来 同学们 我们看这个location的语法 这个location的语法是定位的意思 就是说 根据这个URI 根据URI 来进行 不同的定位 那通过location呢 就可以把网站根据URI 切成不同的块 定位到不同的处理方式上 比如说碰到这个PIP 那就可以调用PIP的解释器 那么location的语法 这个大致的可以分成三类 大类型可以分成三种 那么语法是这样的 location 然后一个partner 也就是模式 匹配模式 然后中间呢 是这个匹配的形式 匹配的这个应该叫修饰符 修饰符 你可以不写 修饰符可以不写 没有声音吗 喂 有没有声音啊 王清新呢 你退出重镜一下 退出重镜 对 退出重镜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你可以不写 你要你要是写呢 有等于号 也可以呢 有这个波浪号 还有波浪号星 带波浪号的呢 都是指通过正则匹配的意思 正则匹配 然后这个等于号呢 是精准匹配 是精准匹配 然后你要是什么都不加修饰符呢 那就是一般匹配 就当成豆腐串来尽量的来匹配 啊 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发挥的作用 啊 是如何发挥的作用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 它最先发挥作用的 它的顺序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首先看有没有精准匹配 精准匹配 如果有 啊 则 则停止匹配过程 啊 比如 location 等于某个partum 啊 那么 有一个config 那如果啊 如果 这个URI 正好是等于partum 那匹配成功 匹配成功了 对吧 那就使用这个config 个a config 个a 啊 好 那咱们来做一个测试啊 做测试之前呢 我先把 咱们之前因为 这个学习 它的这个 其他配置 比如说虚拟主机配置的时候 我们已经操作过 annex的这个conf文件 导致它比较乱 那因此呢 我把这个annex 咱们来一份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纯真版的啊 纯解版的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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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userlocal下 src下 annex下 咱们之前不是编译过吗 直接重新mac install一下就行了 一分钟都不要啊 之前的那个mac的那个那个文件 就别扔啊 好 然后我们 再次cd到you the local annex 1.0 annex下 啊 然后呢 我们 把它起来 annex annex 把它起来 呃 那么同学们可以 知道啊 当前这份annex呢 是一个比较 呃 是我们刚刚新安装的一个 就是说原始版的annex 对吧 配置文件比较少便于我们做调试 啊 然后呢 我们就先来试试这个精准匹配 它的这个概念啊 精准匹配 它的这个概念 vrmc1f 来 我们试试精准匹配 好 那我这样啊 你这正好不是匹配那个什么 一个斜线吗 是吧 好 那我就 我偏来个精准匹配 我看看精准匹配 按书上所说 按他们手段上 所说 优先匹配这个 最精准的 一旦匹配完成了 就立即呢 停止这个匹配过程 是不是啊 停止这个匹配过程 好 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啊 保存 保存啊 这里呢 annex呢 我们让它 准备重启 等等啊 为了以示区别呢 我把它弄到别的目录去 我把它弄到别的目录去啊 我把它指向 VAR3W下面的 ITML目录 可以吧 把它指向这个目录啊 指向这个目录 好 那现在我要是把它一重启 就是说 这两个 这个玩意儿和这个玩意儿到底谁发生效果呢 谁发生效果呢 好 咱们不妨来看一看 那同学们说 应该是谁发生效果呢 同学们说 应该是谁发生效果呢 应该是谁发生效果 就是说 按照官方的说明 那是等于号 是精准匹配 精准匹配 精准匹配 那精准匹配的话 我要是一回车 它应该是root指向这个目录了 对不对 root指向这个目录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同学们说 来给我个回信 大家说 这个应该是上面的这个生效 还是下面这个生效呢 就是43行生效 还是48行生效 43 48 对 给个回音 对 应该是精准的生效 李许远说的对 但是在 这个上节课咱们的测试中 似乎咱们出错了吧 要是根据上节课 咱们实测的效果 咱们总出错 对不对 来我们试一试 到底是谁生效啊 走 Welcome to Annex Welcome to Annex 来看 到底是谁生效了 看到底是谁生效了 我们来到这个目录 看一看 我们 movr3w itmo index.itmo itmo 大家看一看 imvr3w invr.tmo 如果说精准匹配生效的话 应该是看到这个 imvr3w itmo inex.itmo 才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同学们啊 跟着我的这个思路来 跟着我的思路来 咱们马上就能揭晓答案 对吧 如果说是精准失效了的话 那应该是 应该是 看到刚才的那句话 也就是 imvr3w itmo inex.itmo 对吧 这就说明它没生效 那它到底生没生效呢 我们不能说它没生效啊 只能说没看到应有的效果 那你看好了啊 看好了 我把它改成 比如说啊 它的index 我给它改成index.pap 试试 我随便给它乱给它改 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再充起一下 再充起一下 然后我要再刷新 再刷新 好保存 保存 再充起 诶 还是指向了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底下的这个 还是指向了 下面的这个 loc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精准似乎又没有生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 那我再给它乱改一下啊 改改 我给它改成 你看好了 我给它改成 itml靠前 itml靠前 itm靠前 改成itml靠前 好 然后我再一次刷新 诶 又404 not found了了 404 not found了了 同学们想一想 这怎么回事 仔细思考一下 那你要说它没生效吧 咱一改它还真有变化 是不是 这不就说明它有效果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踪我的思路啊 这个东西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容易犯的一个误区啊 我们一改它又 它又有效了 同时还报了一个404 404那好吧 太好了我就要这个看它的错误日志 我看看404报的是什么 说谁没找着 他说找Use local index itml下面的 index.itm itml没找着 也就是说来这找的时候 没找着 来这找 没找着 你看 我们改改动它 45行 也就是精准 我们改动精准 它也发挥效果了 看出效果了 但最终找 又跑到这来找 同学们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犯了一个 啊 错误 大家想一想啊 in-tech 192 168.1.200 这是一个主机名字 是一个IP 你最终要访问的 肯定是某一个文件 对不对 某一个目录 或者是文件才对 所以呢 你再看 你给它改 你有一个index 在发挥作用 所以你不敲具体的文件名 你只敲index的时候 就是只敲一个斜线的时候 它将会默认 把这个请求 理解成什么呢 是不是理解成了 这个请求啊 同学们 是不是理解成了 这个请求 它就内部给你 转发到这个请求上了 这个请求上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 这个请求 是不是就是404 所以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理解 有没有理解 是怎么回事呢 它其实是发生了 一个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 先是精准匹配 精准 精准匹配 匹配到了谁呢 匹配到了斜线 但斜线只是一个目录 他们无法直接给你回应啊 对不对 因此它内部 再给你转到哪呢 给你转到index.itml itml itm 为什么转到itml itml 因为你这地方设置的是itml 然后它内部 再给你转到index.itml itml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的url 再次请求 就变成了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你 它内部的 转向的过程中 就变成了 点200 然后是index.itml 你想一想 这个玩意儿的话 你再拿到这来匹配 你看看谁能匹配上 精准还能匹配上它吗 精准还能匹配上它吗 不能了吧 不能了 所以此时谁能匹配上了呢 就他能匹配上了 所以这个 这个匹配过程 这个过程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错误 看起来好像错了一样 但其实 是正常的 为什么正常的 恰说明 先是 先是 发生了精准匹配 精准匹配发挥作用了吗 我们刚才一改 把他俩调个个 itml 和itml 他俩就 效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给我们转发到了 我们改成itm在前面的时候 给我们转发到了 192.168.1.200下面的index.htm 这个itm 它内部又发生了一次请求 诶 location已经来到 来到这儿 再次解析 再次解析 一解析 解析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在html目录下 itml目录下 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 它的itm 这个目录下 哪有一个index.htm呀 没有 没有 没有那怎么办 没有 于是就404了呗 所以 它的这个精准匹配 有没有发挥作用 有 正因为它发挥了作用 我们故意给它改一个 htm靠前 所以 立刻就404了 但话说回来 404它为什么指到了这个目录来进行404呢 哎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句 你只 你只敲一个这个斜线算什么呀 你只敲一个斜线算什么呀 对吧 斜线只是一个目录 它最终得引导到这个索引页上 也就是引导到这个index.htm上 那index.htm 它的uri已经再次命中 也就是它发生了两次location命中 发生了两次location命中 第二次命中到这里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现象 好 那你说你这是不是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啊 你是不是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牵强附会 啊 故意来来做这么一个解释呢 不是的我们继续来证明它 继续来证明 来同学们 继续来证明啊 来 来 这这么大 来我们让你看一看 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让你知道这不是说 在这个例子中 如果访问 如果访问 attp xx.com 然后 斜线 他的访问流程是 访问流程是 他的这个定位流程是 定位流程是 是什么 是 首先 精准匹配重 精准匹配重 这个斜线 对吧 这种匹配重斜线 然后呢 得到 index 是 得到index 为 index.itm 所以呢 再次访问 再次访问 index.itm index.itm 此次的这个 此次内部转条 内部转条 啊 那 那 uri 已经是 已经是 index.itm 啊 那 因此 这个 目录 目录为 itm itm 啊 所以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 访问上了 访问上了啊 那啊 为了以示区别 我给他加个 绝对路径 user local 下面的 index.itm 下面的 itm 根目录为 入围 啊 user local 下面的 local 下面的 index.itm 所以最终结果 就访问上了 访问了 谁呢 user local index.itm 目录下的 index.htm htm 好 这次 就能解释得通了 那你说你这个 是不是故意复会的 来我们做个测试 就知道了 啊 做个测试 再做一个测试 我还 我还要来精准匹配 还要来精准匹配啊 看好 好 来一个location 等于 然后我来一个a.text 来一个a.text 来一个a.text 或者我这样都好 干嘛还多加一道 你看我这次我要精准的命中 根目录下的index.htm 嗯 我就精准的命中 嗯 我就精准的命中 嗯 我就精准的命中 我这次命中的够精准了吧 来我们再次重启一下 来朋友们 你看好了 这一次会不会有所变化 大家看 大家看 看到了没有 这一次就命中了谁呢 命中了vr3w下itmr下的index.htm 你要再不相信 我把它改 改一下 哎 我也给他来一个index.htm 他俩完全一样了吗 他俩完全一样了 完全一样 一个是等于号 一个不加等于号 他俩命中的结果 长度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好 因此 我再重启一下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 我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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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是不是 咱想让他出现谁 就让他出现谁了 终于在咱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是不是 嗯 好 那现在你看 这个精准 这个精准 那优先级 是不是切切实实体现出来了 嗯 刚才咱们用目录的时候 似乎精准 这个匹配他 似乎说不成效 被后边的反弹覆盖了 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同学们 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啊 原来是写的不够准 啊 对 原来你写的不够准 啊 原来呢 你只 只写到一个目录级别 那目录级别 他没法响应给你呢 目录是个 是个什么玩意儿 目录是一个大盒子 是不是 所以他得想办法 把里边的 说你选一个文件 反馈反馈给你 一选文件 于是URI就变了 于是后边 URI一变 那你的这个精准 就不准了 说的对 所以就被底下的发挥了作用 所以看起来产生了一种 很稀奇古怪的样子 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古怪 啊 咱们搞清楚了 你要一敲目录 他首先是想应你 拿索引页来响应你的 问题就在这儿 啊 现在咱把他的这个准度更准到一个文件级别 我们发现 哦 确实 发挥了作用 发挥了作用 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啊 这个精准 他的优先级 啊 他的优先级 现在地址栏 直接写 杠也可以 哎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在地址栏上直接写杠的话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你要直接写杠的话呢 首先这个这个杠不能匹配到他了 匹配不到他了 也匹配不到他了 哎 王威士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 王威士提的这个问题来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说你直接在地址栏上敲一个斜线 斜线 首先来说呢 你这个斜线呀 和他要是精准匹配 那肯定是不匹配了 是不是 不匹配 不匹配那和他呢 也不精准 和他也匹配不上 你你把他当成一个 无论当成字符串还是正能表达事 你能和一个单独一条斜线匹配上吗 不能吧 不能 不能呢 你说这个时候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怪有意思的 那location到哪去定位去了 location给定到哪去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没有相应的location对他负责 对这个server负责 那他应该是继承 继承谁呢 继承 整体的安杰克服务器的那个配置 那也就是给你定位到哪去呢 得给你定位到这个 他默认的User Local 安杰克斯 他的itml 下 应该定位到这个地方 定位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 in mall User Local 安杰克斯 itml 那就是welcome to 安杰克斯这个地方 咱们试一试啊 welcome to 安杰克斯 好 这次你看咱是不是 让他出现什么 他就出现什么 也能满足我们的推想了 是不是 嗯 你必须得得能 让他出来什么 他就出来什么 这个时候他证明你 对他这个油所掌控了 啊 不能靠猜 所以刚才出现了核单意料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啊 咱们就 即时停下来 把他这个问题给他 给他钻研完毕 啊 现在 完整解决了这个问题 啊 王威士 王威士 并没有如你所想 并没有如你所想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了 王威士 因为你你直接叫IP 他不就 URI不就相当于一条斜线吗 好 一条斜线的话 那你说 你这个斜线和他精准匹配了吗 没有吗 没有 和他正能匹配了吗 没有啊 斜线能匹配 斜线应该个点ITM 但反过来 一个长的这个短线 怎么可能反 匹配一个 一个短斜线的 王威士 我在你的基础上 我在你的基础上 你你说的也没错 我在你的基础上 我再稍微改一改 你看啊 我在你的基础 说你的这个 我知道你想的 你的意思 那我在单签一个 我在单签一个楼开上 就等于一个斜线 就等于一个斜线 这个斜线呢 我也给他写的 把这两句话拿过来 现在就比较有意思了啊 现在就比较有意思了 啊 你看好了啊 我们就直接敲一个 他的这个 敲一个他的这个 根目录 也就是斜线 哎 你想啊 现在斜线和谁 精准匹配了呢 和48行 和49行精准匹配了吧 精准匹配就被指到哪去了呢 就被指到V啊 3WHML下了 然后又 告诉他 index 我干脆这样 为了更明显一点 我这样来 这样来 我连那个root我都不要了 你看啊 现在一精准匹配 匹配到这 对不对 匹配到这呢 他就告诉你 应该找那个index.htm index.htm 好 那于是 uri就变成了 index.htm 那么index.htm 又得来匹配一下 匹配到了 这一行 因此 因此 现在 应该能显示什么 还是这个 vacom2 index吗 王医师 这次你来说 还是你来回答 王医师 来给我回音 来 这次 他就应该 响应第一个 来咱们试一试 试一试啊 来 根号 斜线 斜线 我重启了 没有 来 我们把它重启 还没重启呢 激动了 走 来 我们把它重启 刷新 啊 刷新 跟 诶 故意不给我面子 这是怎么的 啊 index.htm 啊 来 把这个root加进来 root加进来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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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消灰车 好 来 再继续 再继续 啊 我们看这个root啊 能不能少 能不能少 啊 我刚才把它去掉了 去掉了 去掉了 去掉了之后呢 去掉了之后 来 再做比较啊 凡事出现意外的地方 咱们就要细心的来归纳 那 去掉还真不行啊 因为去掉了之后 它没有一个root选项 没有一个root选项 于是它就继承 安静克斯的全局服务器 又给指到了这个var3 呃 又给指到了哪呢 又给指到了这个use local的这个安静克斯目录下 啊 所以我们给它加上这个root加上这个root 现在结果就变成了 你直接敲一个 你这么有意思 是不是地址栏没有 地址栏啊 命中 呃 其实地址栏就算不加 它这个urin也会理解成一条斜线开始的啊 呦 来看一看 root是var3w 这是一个精准命中啊 首先命中这个地方 命中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转到index inx .htm 啊 转到index.html 哦 itm 那因此呢 应该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处理 来到这个地方来处理啊 来到这来处理 好 保存了吗 保存了吗 你看这是想气死我这 嗯 一定别忘了保存啊 改了之后不保存 你这不是坑自己吗 不是坑自己吗 来 我还是怀疑刚才这个写不写root的问题 我再把它去了 注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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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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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要气死老夫 好 那 再来 location 啊 这个地方 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这个location里面 不写root 那么它就会继承 继承 服务器总的那个 呃 那个配置 也就是root 呃 的配置 那就指到了哪呢 指到了这里了 指到这里了啊 明确指到这个地方了 好 再保存 再保存 再重启 再重启 再来刷新 哎 好了 啊 现在呢 已经和我们的这个预想相符了 然后你注意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精准匹配 我再给他去了 我再给他去了 哎 不 也不用去 你看啊 我现在再 稍微的换一点点 啊 我再稍微换一点点 换到哪呢 换到这个 L M 我换到这 换到这 同时呢 你注意 LS user local 呃 不不不不 VR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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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L 下面 正好是有一个HTM 也有一个index.html 他俩都有 是吧 他俩都有 所以啊 所以啊 我现在呢 所以我现在 我故意 先 精准命中 这个根 这个这个就是根部路 根部路呢 又说 我应该响应给你 index.html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一敲的话呢 他应该是 这个现象了 那就得到这个URI了 这个URI 然后回头还得再命一下 再命中一下 对吧 再命中一下 你看 这次再命中 能命中谁呢 因为你是精准的 你肯定命不中他 那只能命中这个了 那你说 他不也没命中吗 但是他是用字符串 起码命中了前九个字符吧 你看一二三 十个字符吧 起码命中了前十个字符吗 对吧 好 来 咱们试一试 重启试一试 保存 保存 重启 重启 来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当前的这个效果 走 哎 好了 啊 太好了 出现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对了 啊 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使得 我一刷新这个地方 你什么都没加光一个IP 一个主机名 然后呢 他的URI自然就相当于理解是根目录开始 好 根目录一开始 根目录要是一开始 啊 那你被引导到哪去了呢 你看人家只带的是这个地方 只带的是这个地方啊 那就相当于被引导到了根目录下的 index.itmro 那index.itmro 精准匹配 和他还能匹配上吗 不能了 和他呢 他不是精准匹配啊 所以能匹配上 对吧 等等啊 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哎 我要是再把它改个L 看能不能再把它夺回来啊 要是再给他加个L 那精准匹配又得再次生效 再次生效的话 那么又得指向谁呢 VR3W下面的index.html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把它保存保存 冲启冲启 来 我再刷新 好了 注意看注意看 最后的后缀index.html 也是正确的吧 嗯 同学们 好 现在关于这个精准匹配 和一般匹配 他俩的优先级 清不清楚了 嗯 同学们 给个音 哎 人呢 嗯 好啊 那我们经过这个一番测试啊 终于把刚才翻的这个错误给他解决了 把问题解决 解决掉了 同学们请注意啊 因为你给的这个根 根目录啊 根目录 他还是要内部再次转发的啊 内部再次转发到index.html 所以导致我们说哎 怎么感觉好奇怪啊 明明精准匹配能配能匹配上 反倒 扭开证到下面去发挥作用了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那别着急啊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呢 是 他是用这个精准匹配和谁比呢 和这个 呃 一般匹配比 那要是还有partum 也就是正则表达式的这种情况 又怎么来发挥作用